今天我们摸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东西 来给你们看看 这个是H100 这个世界上最快的GPU 而且我们不光有一张 我们还有两张 三张 四张H100 哇 太恐怖了 我告诉你们这个卡因为制裁的关系 如果你真的想在国内搞到的话 你实际要付出的钱 一张卡你可能要花掉30万 哇 这四张卡就是120万 这个特斯拉比那个特斯拉都要贵不少 但是今天就有一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司 他们采购了很多很多的H100 然后正好就有四张闲置的卡 可以给我们玩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跑过来蹭这个显卡了 看看这个目前市面上最最最最强的GPU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来 一起来看看吧 哇 这个卡真的是金光闪闪啊 四张放在一起 哇 这不就是四块金砖吗 感觉拿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啊 生怕摔坏了 那这次要特别感谢极引擎的同学 牵线搭桥 那我们也算是有机会一堵这四块金砖的真容了 那上机之前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H100 它到底是个啥吧 先和不明觉理的小伙伴们科普一下 它是N1的计算卡 在以前是属于Tesla产品线的 虽然它里面搭载了GPU 但它并不是显卡 那这个主要就是用在超算数据中心里面的 对吧 以往比较多会用在科学计算上面 但是最近几年老黄把重心转移到了AI上了 这张H100主要也是为AI服务的 应该说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有人拿这个东西来打游戏的 但是既然我们紧手了 那就不是正常情况了 咱们先留点悬眼 待会我们再来说这个 很多同学应该都注意到了 计算卡的外观还是和我们平时的显卡很不一样的 计算卡是没有显示接口的 也没有风扇 没有风扇它要怎么散热呢? 其实这些计算卡基本上都不会装在塔式机箱里面 一般都是放在服务器机柜里的 机柜里面都会有暴力扇统一构建风道 所以卡本身就不需要风扇了 像我们这次去的机房 它就是用了一个华硕的EPIC平台4U服务器 带4卡H100配备5个8厘米的万转风扇 把热量吹出机柜之后 整个机房里也有冷气循环 散热就不成问题了 由于这4张H100不是别人的 那我就不好意思拆卡了 还是找现成的图和大家聊一聊它的核心吧 H100其实和我们常见的40系游戏卡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采用了Hopper架构 而不是AIDA LOVELANDS 其实从2017年开始发布的VOLTA架构 也就是V100和TITAN V那时候开始呢 因为大家给计算卡设计的架构 就已经和同期的游戏卡有了不小的区别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从VOLTA架构到Hopper架构这三代的大核心 它们都使用了HBM显存 都没有光追单元 然后都有大量的FP64双精度计算单元 都使用台积电最新的工艺打造 可以说从GV100到J100再到GH100 这三颗大核心才是真正的清源关系 和底下的游戏卡根本是沾不着边的 在这几位GPU上 以往的3D部分反而要让路给计算部分 其实要想知道英伟达这些GPU核心 到底是不是直系清熟 你看看它的CUDA计算能力就是最快的一个办法 上一代的安培3090是8.6 而AIDA架构4090和RTX6000AIDA 这两位却只是8.9 感觉好像版本没有更新很多 从安培到AIDA并没有跨大版本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这个H100Hopper架构的卡 它是9.0的 现在知道谁是老大了吧 说回GH100本身 这个卡也是由上一代的GA100大核心发展而来的 完整的GH100规格是堪称恐怖 它有8个GPC 总共包含144组SM 两个SM组成一组TPC 总共72个TPC 每个SM里面又有128个CUDA核心 总共是18432个CUDA 搭配60道L2缓存 即便在用台积电4n工艺打造 不算HBM显存的情况下 核心面积也已经来到了814平方毫米 这也太大了 如果你光看CUDA数量的话 可能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18000多个CUDA 好像和AD102也差不多嘛 不要被表象忽悠了 这两者的架构可是非常不一样的 首先 GH100同时要面对AI领域的用户和HPC领域的用户 但这两个群体所需要的性能其实又不太一样 AI领域的用户更偏向于低精度的性能来提高效率 而HPC领域有些应用是需要用到AP64的双精度 所以GH100的每个SM里包含了64个AP64核心 相比之下 AD102的每个SM里只有两个AP64核心 两者的双精度性能的差距可见一半了 另一方面 英伟达为了把更多的面积留给计算单元 而大幅缩减了GH100核心中的图形处理单元的比重 其实在全部的72个TPC当中 仅仅只有两个拥有图形处理能力 换句话说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为它作为显卡的时候 只有576个流处理器和8个ROPS单元 这个图形规格甚至还没有3050来的高 原来是H100的计算能力有多强 它的图形能力就有多弱 具体弱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之后的测试里也会揭晓答案 既然图形性能都弱化到这个程度了 GH100自然也就不会搭载RT Cores光追单元了 也就是说这颗GPU完完全全就是为计算而生的 计算能力的提升才是它的重点啊 比如GH100的Tensor Core就升级到了第四代 和GA100相比 同屏下可以让每个SM的原始密集计算 和吸收矩阵运算的吞吐量提升一倍 再外加更高的频率 相比A100是增加了FP8的Tensor Core 并且FP16的吞吐量达到了GA100的三倍 GH100还引入了Transformer引擎 熟悉AI的同学应该知道 Transformer模型是现在广泛使用的语言模型 GH100就专门为此进行了优化 可以应用FP8和FP16的混合精度 来加快Transformer模型的处理 它的吞吐量相比GA100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除了这些改进之外 GH100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就是它的Tensor Core进一步增强了E部执行 它包括了一个新的张量内存加速器单元 可以在全局显存和共享显存中高效地传输大量的数据块 这个TMA还支持促中线程块之间的E部复制 并且也新增了E部事物屏障功能 用来执行原子数据移动和同步 除了这些计算单元上的改进之外 GH100还增强了NvDeck和NvGPG的编码器 它有8个NvDeck单元 比5个单元的J100吞吐量要高得多 那你可能会问了 这是一张计算卡 那它要解码器干什么用呢? 拿来检视频吗?显然不是啊 在AI训练的过程中 其实有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解码视频和图片来进行继续学习的 那么NvDeck和NvGPG的解码器作用就是尽可能加速解码过程 防止它们成为整个训练过程中的瓶颈 体现实际性能上 H100的视频和图像解码能力基本上相比A100翻了一倍 这对于AI特化的H100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就是这个80G的HBM显存了 围绕这颗巨大的核心一周总共6颗显存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H100仍然是阉割过的 它只启用了5颗HBM 所以才只有80G的显存 完整版有94G的显存 那个叫做H100NVL 那个才是真正的旗舰计算卡 不过就算是5颗HBM 胃宽也已经够恐怖了 咱们的PCIe版2T每秒的带宽 SXM版本更是有3.35T每秒的显存带宽 你就想想我们之前评测的那些消费卡 什么4060Ti 只有128位显存200多G贷款 哇靠 这玩意儿和游戏卡真的不是一个次元啊 聊完了GH100这颗核心之后 我们就得来聊聊H100这张卡本身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 这个H100是一张计算卡 它不是显卡 和之前的计算卡一样 这个H100也是拥有SXM5和PCIe两种版本的 我们今天拿到的是PCIe版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 你家里的显卡就是差PCIe的嘛 而SXM就是专为计算卡设计的一种接口了 它是一个插槽式的设计 弄得有点像CPU 然后你得把这个计算卡嵌在主板的SXM插槽上 再去装一个散热器 这个散热器也有点像CPU的那种 特别巨大的一个 这两个卡虽然都叫H100 但其实差别还不小 首先它们的硬件规格就不一样 SXM5的版本相对来说要高级一点 它有132个SM 16896个CUDA核心 然后50Mbps的L2缓存 前面我们也讲到显存了 它也是有80G的显存 不过它的显存是HBM3的 带宽也是达到了恐怖的3TB的显存带宽 它的TDP达到了700W 没错 700W 所以难怪就连这个版本的H100 也没有开放真正完整的核心 这个热量真的是很吓人 而我们今天玩的PCIe版本 它的规格就要收敛很多了 可以说缩水了不少 核心是阉割到了114个SM 14592个CUDA TDP缩水到了350W 听着感觉就少了很多 其实350W已经是PCIe双槽卡 加上服务器风道散热的上限了 也就无奈规格上比起SXM5的版本缩水了不少 它的显存也是从HBM3换成HBM2E 带宽也下降了不少 当然就算缩水完之后 这个规格也是远强于4090的了 好了 是时候把这个H100装上机试试看啦 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手上好像并没有能带动卡的服务器啊 如果用工作站带的话 散热又要怎么解决呢? 工作站也不太好固定这种风压扇 不要着急 在我们极客玩这里办法还是很多的 正好有一家做3D打印机的厂商拓竹找到了我们 愿意让我们白嫖一台他们的XC Carbon 咱们完全就可以设计一个导流罩然后3D打印出来 装上我们的显卡风扇 对吧? 一共是花了三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我们就打出了一个精度还可以的导流罩 一个暴力扇吹两块卡应该是完全够用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赶紧装机啊 一般来说测计算卡嘛 肯定是在Linux下跑点AI什么的 但我前面也说了 我有一些好奇心必须要先满足一下 所以咱们就先装个单卡跑个Windows看看好了 哇 那么我们终于是把这个显卡装上去了 这个方案非常野机 但是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把它点亮看一下 这个H100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成功点亮了 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认到H100吧 没有 这个地方没有H100 那我们要不装个驱动看看好了 哦 有了 英伟达 H100 PCIe 已经认出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去看这个任务管理器的话呢 它其实是没有这个卡的 因为这个卡其实是个计算卡嘛 它不是显卡 再看一下GPU-Z啊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H100 这个是目前最先进 最庞大的一颗GPU GH100核心 814平方毫米的面积 恐怖吧 恐怖啊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规格 这么多的枯大 80多个G的HBM2显存 哇操 它简直是太吓人了 2000多G的这个显存带宽 哇操太牛逼了 但是你往下看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卡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比如说它没有这个Vulkan的支持 它也不支持光追 应该说这个目前还是一张计算卡 本来就应该是一张计算卡嘛 但是在我们GQN手里呢 既然已经摸到了这个最强GPU了 那不打一下游戏肯定是不舒服的 那现在这个计算卡的状态 我要怎么让它才能玩游戏呢 其实也有办法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改注册表的方式来让Tesla卡跑游戏 A few moments later 现在我们再来开这个任务管理器 你看 H100 对吧 认出来了 80G显存 哇 这个已经当成一张显卡在用了 那GPUZ里面这两个勾也勾上了 Vulkan和RT的勾 全部都勾上了 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把这一张H100的计算卡刷成了一张游戏卡了 那么第一件事肯定就是要跑一下3DMark了 对吧 我们得看看它性能到底有多强 3DMark里面你就可以选这个H100了 对吧 那我们来试试看啊 哦 我们有负载了 看到没有 100%的GPU占用了 这个H100已经开始跑3DMark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帧数有点不太对啊 这Time Spy怎么才十几帧啊 这个甚至还没有核显水平 我感觉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整卡的功耗啊 其实也就跑到八十几瓦 九十几瓦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没跑满是吧 没跑满 哇这个分数 2681 这个好像没有680M核显强的 这个分数也太离谱了 哇靠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H100上面玩游戏了 但是帧数完全不行 只有8帧 把分辨率降低点好不好 那我看看 不要跑4K嘛 我们跑个比如说1080是吧 开个DLSS看看 能玩了 30帧玩大表哥 嘿嘿嘿嘿嘿 功耗是完全跑不上去的 现在只有八九十瓦 计算卡打游戏还行 这太离谱了 行吧 我们还是干一点他应该干的事吧 这个实在是有点扯淡了 其实直到上一代的A100为止 都是没有阉割图形性能的 给了完整的ROPS规格 也就是说你拿A100是可以正常玩游戏的 但是H100这次就腌得有点狠了 也算是坐实了这个专心干活的身份 而且这个影响并不只是游戏 我们这里也跑了一下3D渲染的Blender 我们现在应该设置成了Optics 也就是会调用它的光锥来跑的 有点慢 花了大概9秒钟的时间才渲染完 4090跑这玩意好像才 这个完全不像一个H100应该有的水平 好 好 我们现在要来测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了 就是H100拿来跑Stable Diffusion的画图 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快 来 生成 快倒是蛮快的 不过这个时间2.82秒 这好像还不如4090啊 什么情况啊 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Xformers这个现在还不支持H100 这个对于显卡的性能来讲是很关键的 就如果你Xformers不支持的话 很可能性能是会受影响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可能跟软件适配有一些关系吧 跑Stable Diffusion的效率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好啊 我们也试图一下 哪怕在Linux底下好像也只能跑到30多的速度 哎呀 感觉对于它的规格来说还是不太正常啊 对于显卡来说 AI相关的任务是分成推理和训练两种类型的 画图算是推理吧 真正能够看出GPU规模算力这些差距的很多时候是训练 这也是计算卡最发光发热的场景了 好了 我们接下来总算是要用正确的打开方式 给大家看一看H100的真实实力了 赶紧我们把四张卡同时装起来试试看好吧 这个装的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个电源线怼不进去的小插曲 没关系 咱们就开俩口子嘛 把线一塞 然后拧上导风罩 看起来还是挺骚的吧 让我们换上Linux系统点亮一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那我们首先来跑一个Donut的模型型炼 Donut是一个理解文档的多模态Transformer模型 比如你给它看一个文档的图片 像是一张发票 然后用自然语言问它发票上的内容 它就可以输出结构化的数据 那我们在这里用固定数量的数据 记录训练一个Apple 也就是所有数据走一遍的时间 就可以看出它的性能了 那到了熟悉的Transformer模型这里 总算就是让我们的H100干起老本行了 果然它确实很擅长跑这个 从速度来看 H100相当的快 优化完Batch Size之后 比起4090强出了45%的性能 4090一个Apple要训练24分半 而H100只要训练不到17分钟 这个效率算是比较高的了 这个才是H100正确的使用场景嘛 不过从成本上来说 考虑到一张H100要20-30万的价格 所以这个4090好像也不错 对于单卡来说 4090确实是相当划算的 不过H100的优势在于它有NVLink 多卡的可拓展性要强得多 毕竟你没法在一台有上百个节点的超算里用4090嘛 可惜我们这次手上没有NVLink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多卡互联的效率在两张卡以上反而会倒退 有一说一 NVLink对于AI来说还蛮重要的 没了NVLink的话 这个卡的互联带宽大概还不如国内特供的H800 我们借的卡是没有给NVLink桥的 采购这个卡的这家公司应该是会和服务器一起去采购桥 考虑到光插满6个桥就要花掉1万块钱 那我们单独给它买就有点不值了 再加上时间有限 这次就只能作罢了 我们也跑了一下Vis的训练 数据就是用了我们之前数字生命的云飞 Vis其实并不是那么吃显存的一个场景 毕竟这个模型的参数本身不多 语音的体积也不大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就算是加大Batch Size 利用更多的显存之后 速度反而变慢了 没了大显存的优势 H100的效率提升就相对有限了 不过也是要比4090稍快一点的 这个里面我们同样也是遇到了多卡互联的瓶颈 要是没有NVLink 我们也没法进一步验证了 上面这两个测试都是模型的训练 我们要不再试试压力比较大的推理吧 像AI画图那种算是毛毛雨了 其实有一些推理是只有多路计算卡才能跑得动的 比如本地部署GPT 我们试了一下 哪怕用着4张H100 320G显存 部署650亿参数的巨型LAMA模型 它都一样可以跑得了啊 我们成功是拿它建了一个小型的聊天服务器 用它来对话或者续写文字 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啊 如果你用的是单张消费级显卡的话 别说650亿了 130亿你都跑不了啊 能跑60亿就不错了 这就是OpenAI采购了这么多H100的理由啊 应该说H100这个卡就是纯为AI而生的 在它擅长的这个方面 确实表现还是挺给力的 不过专业应用又不光只有AI 还有很多的科学计算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 现在的H100它很多的设计是为AI服务的 而AI的发展趋势就是 尽可能去降低精度提高效率 低精度去算得更快 而在HPC领域 更多时候是需要用到FP32和FP64的性能的 这两者就是HPC和AI其实是在往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走的 老黄如果执意想往AI上靠的话 HPC的客户势必会为很多根本用不到的功能买单 所以从性价比上说是相当不划算的 我们这里测了一下分子动力学相关的LAMPS 那么H100相比A100也好 4090也好 都是显著快了不少的 跑力场精度比较高的LAMPS 没有阉割双精度的专业卡确实效率很高 不过以成本来论 它其实并没有4090来的划算 更尴尬的是 在这个领域更多的软件是不需要双精度的 像Growmax甚至H100的表现还不如4090 我们还试着跑了一下Flood X3D 这是一个CFD领域的GPU求解器 你像F1的空气动力学就是通过CFD来设计的 在这个测试里面 H100的性能大概是4090两倍不到吧 这么大的领先幅度 应该说这个表现确实是非常强的了 但这是一个优化非常好的GPU求解器 实际在CFD领域 更多人用的是像Ansys Fluent这样的行业软件 这里面GPU求解器的适用范围 目前还是比较狭窄的 其实有个游戏卡需要用到的时候 可能加个速也就差不多了 犯不着用H100这样的狠话 成本上讲是肯定划不来的 今天时间有限 很多我想做的测试还没来得及做 而且我们自己也不是专业行业的那些从业者 很多测试我也都不了解 所以可能也有做的不完备的地方吧 但是也算是可以一撇 这个H100的超强性能 世界上最强的计算卡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最强的GPU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给你们长长见识了 4张H100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好玩的话 一定要参加点赞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客的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买各种T恤 包括我们手上这一件显卡T恤 这个上面可能没有H100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显卡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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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